前總統特朗普在星期一就民事欺詐案出庭作證 此前紐約州總檢察長Latisha James 起訴特朗普指控他及他的兒子 特朗普集團多年來故意誇大資產價值以獲取貸款和保險 特朗普及他的兒子在內的家族企業成員都要依次在審判中作證 上星期特朗普的兩個兒子Donald Trump Jr. 和Eric Trump 出庭作證時極力撇清關係 均稱沒有參與這些可疑的資產估值行為 還怪罪於公司的回計師 據悉此案法官Arthur Angeron 已經認為特朗普家族犯有欺詐罪 進行此輪審判的目的在於確定誰應該對欺詐負責 欺詐的金額有多少 然而此案似乎對支持特朗普的共和黨 初選選民影響不大 文調顯示特朗普依然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中佔據優勢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